所以 接下来 第三 他的顺服 圣经讲 他存心 顺服 以至于死 顺服不是 我顺服了 不爽也要顺服 可是圣经讲的很清楚 存心 真的是要特地 来顺服的 顺服不是天生的 顺服是要存心 特地来顺服的 有时候他叫做很麻烦的很闲的 每天都 唠叨叨 我要顺服 因为我学习顺服 耶稣不只是顺服 耶稣存心顺服 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当圣经讲 使徒说加一句话 且死在十字架上呢 他的意思是说 没有一件事情 比羞辱 没有一件事情受羞辱 比在十字架上更深了 在犹太人中 被钉十字架是一种很羞辱的事情 修业中就有写着 凡过在木头上的都是被诅咒的 有人被过在木头上 因为神诅咒了他 如果凡钉在十字架上 就是在犹太人的概念里面 是因为神诅咒他 他才钉在十字架上 看到没有 我要再给你看到一个后面了 神啊 耶稣是神 神啊 居然来到一个地步啊 被自己诅咒的地步 他自己诅咒自己 为什么 因为他上了十字架上 还有什么东西 比这个事情还要更糟糕的呢 这就是保罗的演义 这不仅是被钉十字架上是一个事实 当然钉在十字架上是一件残酷的刑法 特别着重的 是在那一个民族 就是犹太人民族里面呢 对十字架更有更深的看法 所以有更加的羞辱 凡被过在木头上的都是被诅咒的 兄弟也没 因为耶稣了 代替了我们 使徒说他为我们成了诅咒 大家讲 主为你成了诅咒 跟你旁边的人讲啊 又说他本不是 他不知罪没有罪的 为我成为有罪 神把他 他对我们的诅咒放在他身上 他为我们受了诅咒 这就是十字架的意义 兄弟也没 所以 兄弟也没 你可以不用这么笨 让诅咒在你身上 信耶稣不只是一种的仪式 信耶稣得救并不只是一种的道理 信耶稣是一种事实 把你身上所有的诅咒都让耶稣来代替了 耶稣承担代替 承受我们的诅咒 这就是十字架 保罗说他甚至顺服到一个地步 且死在十字架上 他言与神同等 以神荣耀有份 有天上丰富的丰满 但他自己倒空到一个地步呢 净成了神的诅咒 死在十字架上 他是何等的顺服 何等的舍弃 一定是等于 承诺食材料 令人干净